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各地是一个比较阴凉的天气 不过呢 相较于昨天 雨是已经明显的趋缓下来了 预警明天的天气状况呢 跟今天蛮类似的 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各地雨量偏多 同时呢 北部跟东部地区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呢 也有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哦 整体来说 明天的天气状况 依旧是比较不稳定的 提醒您出门要记得期待雨距 那么在气温的部分呢 就是比较偏凉的 中南部地区比较温暖 南北会有一些温度上面的落差 而另外呢 也因为东北风比较强 所以沿海的风浪是比较大一些的 提醒您从事海上作业活动 要多加注意安全 至于今天农业小丁宁呢 要特别提醒种植稻子的农友们 最近呢 二期稻作开始采收了 那么采收剩下过后的这些稻梗呢 特别提醒您 要赶快地把它清理掉 多加留意田间的卫生哦 以免会有一些病虫害在里面滋生起来了 但是也要提醒您哦 剩下的这些稻梗呢 千万不要就地地进行一些露天燃烧 以免会产生很严重的空气污染现象 危害我们的健康 好那么最近呢 天气啊真的是忽冷忽热 变化很大 日夜问差也非常的明显 常常在清晨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节路湿度比较高的情况发生 在这样子的气候条件之下呢 就很容易出现 像照片上面这样子的 蕃茄晚疫病的情况了 要特别提醒种植蕃茄的农友们哦 如果发现呢 接下来的天气是连日比较阴雨 湿度比较高 又比较凉的这种气候状况的话呢 必要的时候可以提早地 使用一些药剂 来杜绝蕃茄晚疫病的情况了 好那么呢 接下来的天气呢 明天其实受到东北风以及一些水气的影响 各地都是一个比较阴凉的天气情况 甚至北部跟东部地区 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不过礼拜四过后呢 水气会明显的减少 风场也会有原本的东北风 转成偏东风 气温就渴望逐渐的往回升 回到一个比较温暖稳定的天气条件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呢 是全台各地其实都有飘起雨来的机会 其中又以北部跟东部地区 雨是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礼拜四过后呢 降雨会逐渐的趋缓 气温也会逐渐的往回升了 来看一下明天呢 主要降雨的分布 就是主要是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震雨 平地也会有下起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 不过整体来说 在中南部会是属于一个多云的天气 偶尔才会下一些下雨 那么呢 礼拜四过后 水气就明显的减少了 降雨的范围呢 会缩小到只有在东北风 Informer的北海岸跟东北角区域 其他地方呢 都会逐渐的波云见日 见到阳光 会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左右 不过再次特别提醒您呢 最近的温差呢 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明显了 阳光肉敛之后呢 日夜温差会更加的显著 要特别提醒您 多加留意温差 对于您的作物的影响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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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